農曆春節即將到來 家家除舊不新 也讓應景的花卉買氣熱絡 但是由於擔心疫情衝擊 買氣 許多花農 已經紛紛減產 水仙等熱銷 花卉供不應求 不只花卉 送禮常見的蜜藻 或是蓮霧禮盒 同樣是買氣不減 而目前市場價格 沒有明顯波動 走進花卉專區 映入眼簾的是各式各樣鮮豔 喜氣的花卉盆栽 農曆春節快到了 不少民眾前來挑選 回家佈置 但是就有眼尖民眾注意到 部分花卉供應量變少 業者表示今年花卉產量 約減少一到兩成 導致虎頭籃等 應景花卉供不應求 其中只有蝴蝶藍 因搶購價格上漲一到兩成 其餘價格保持平穩 而不只花卉 會向屏東南州的蓮霧 陰宅配等通路拓展 年節買氣同樣很旺 一顆顆光澤飽滿的蜜藻被裝進禮盒準備出貨 高雄珍愛蜜藻過年前正式採收期 光國內年節訂單就接不完 但受去年雨季影響 預估今年產量減少大約三成 所以蜜藻及蓮霧都因天氣減產 但農會及果農也表示目前 蓮霧價格並沒有明顯波動 蜜藻一斤上漲約十元 年前物價相對平穩 記者 陳煥宇孟昭全溫正恆南部報導 記者 李宗昭 李宗昭 李宗昭霧